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严重的肺炎它还会引起心脏功能的不好循环系统 所以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脸色好不好 循环好不好 心脏的听诊和心脏的检查有没有异常 同时注意这个孩子的消化系统 有没有呕吐 腐胀 腐泻 腐痛等等的这些情况 那么肺炎还有其他非常多的一些相应的症状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以后的讲座中呢 进一步的关注肺炎的介绍 明镜与点点栏目